中國的財政經濟是我們的財富和世界的財富 我們的兩國的商業和投資時 形成了我們的共同關係 隨著中國撤銷懲罰性關稅 澳中兩國的高層戶房更為頻繁 澳中工商業委員會在坎培拉國會大廈舉行 年度交流日 主客之間的互動少了尷尬 多數融洽 外交部長也把握機會強調工黨正值 貿易部長表示 2023年澳中雙向貨物及服務貿易額達到3,270億澳元 相當於澳洲和日本、美國、韓國和印度四大貿易夥伴的總和 同時在上個財年 包括煤炭、棉花、大麥和葡萄酒在內 曾被中國拒捉門外的商品交易總額 亦都一口氣反彈去到150億澳元 但部長認為雖然好 但要更好 預會的中國駐澳洲公司李凡傑強調 會為澳洲企業提供更多機會 又重申中國對世界是機會不是挑戰 但是過去幾年亦令澳洲學島要作多手準備 另外澳洲兩國在台海議題 以及香港施行國安法、壓縮新聞和言論自由等議題上 仍然存在分歧 請留意 作詞文說